教会成长是上帝的旨意,是神的应许。 保罗写以不所书,其实他的主题就是教会,不是个别的信徒,是教会整体。 你和第一章结束,第一章最后那两节开始,你就会发觉保罗提到, 神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作万有之手。 然后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三章第十节,保罗又说,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 现在可以得知到神百般的智慧。 神的智慧不是叫世上的万国万民知道的。 这里说,神借着教会在天上属灵空中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 三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又说,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神在教会当中,神在教会当中,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两件事情是平衡的,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来到第四章,保罗说到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新娘,全身靠基督联络,白节各案各职, 然后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外中建立自己。 保罗说的是教会。 我们就要小心,因为今天我们通常讲教会有另一个意思, 我们说回教会,去哪里?我去教会,那个变成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座礼拜堂,或者我们今天讲教堂,广东话还叫堂堂,教堂。 那个是地方,教会不是指建筑物,用今天电脑IT的讲法, 教会不是讲外面的硬件,而是讲里面的软件,讲你和我,讲我们这帮人。 所以教会成长,不是讲城北华基,Phase 1,Phase 2,Phase 3,我们还有没有Phase 4的?有的。 所以教会成长和教会成长,也是两件事,增长是讲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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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人数。 这样的。很正常的!教会愿意传福音,做见证,人被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十一个人上星期缺智信主, 接受使,加入教会,人数增长,我们可以为人数的增加,定下目标。 我们说今年,我们希望我们团契增加多少人,我们希望教会增加多少人。 如果你去国语堂聚崇拜,你就不用定目标了,坐在书,每个礼拜很多新朋友来的, 一年五百多个新来宾,根本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要跟进,要去follow up,做不及那么多,很兴奋的。 这个是增长,这个是人数的增加,很重要,人数增加,建筑物要扩大, 但是保罗在以课所书第四章跟我们说的是教会的成长,成长就不能定目标, 你不可以对一个小孩说,我命令你三年之内长大,成长要等的。 所以刚才你有没有留意到四章十三节,保罗说什么?不考虑了,你偷看一下。 头三个字,保罗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日。 我们很紧张后面那一串说话,往往就听不到保罗说要等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没有捷径,没有快高长大。 有,我们中国的语语大概不懂得写的,压苗助长。 我们经常读了拔苗助长,不是的,这个字是压字,怎么写的?去中文班问问老师吧,很难写的。 农夫坐在田旁,看到苗子不长大,逐棵拔高他,第二天早就死了! 成长是一个过程。 你家里有小孩,大概你都跟我一样,有个相架,有十三格的, 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十二班,每年摆一张照片上去,有没有?有! 最近我摆第十二张照片上去,看回头,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有时新年见到亲人朋友,大得这么快,一年见他一次就大得快, 你天天见着他,餐餐要煮饭的,天天叫他起床的,是很慢的, 那是一个过程来的。 成长,保罗这些书用了一个比喻,他用长大成人, 他在说的是教会,他在说的不是建筑物,不是人数的增加, 是你和我属灵生命的成长。 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来的,很久的,不是三两年功夫, 那就可以立刻谷大了,没有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不过,保罗在这书提到成长的时候, 提他用这个身体长大,是吗? 长成基督的新量这个比喻,他又加多了一个动词。 他说什么?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身体成长,你说我明白,我吃饭,我睡觉,我自然就会长大的了。 不一定是长大的,分不分得到,分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了,这里大概不一定是需要将两个不同的比喻混淆, 一个是建筑,另外一个是身体的生长。 不是,今天我们讲Body Building。 我们讲Body Building。 刚刚圣诞节我回过香港,我家里全家全聚,很开心。 我爸爸特别85岁了,老人家那天由早到晚, 睁大眼睛,很兴奋,我多怕他将来日生病了,没事。 不过我们不是天天都家庭团聚的, 中间让老人家休息,让他多睡点,将来日又再来过。 中间有一天,我和太太和女儿去买东西, 撞到我妹妹,她住在沙田。 我去哪里?去做健身。 我说很努力,不做不行。 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跟我说, 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年纪, 腰酸背痛,关节又丰湿, 其实是我们懒,我们的姿势不好, 所以我们的肌肉就退化。 所以做运动其实是重建我们的肌肉, 然后我们身体的关节就会健康很多。 不跟你说这么多,我要走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运动? 说得多,听得多,我们总是不做而已, 比很贵的。 要交那些教练费用。 所以不贵,于是迫着要去做。 这就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动机。 还有另一个动机, 教你做运动那些通常都英俊, 通常都身体很健壮, 你看着他做运动, 你很有盼望。 有朝一日,我会像他这样的。 建立身体,不是矛盾。 身体是会成长,生命是要成长, 但是你亦都有建立的那一部分。 两样东西不是冲突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 上帝是赐了一些人来帮助我们成长。 成长的目标很清楚, 但是你要成长去到那个目标, 你需要有帮助。 什么是目标? 身体的目标,我们很清楚, 然后再计算一下BMI, Body Mass Index, 你已经过重了,要减了。 你的家庭医生是不是像我那样? 很好的弟兄来的。 过去两年,他跟我每次验完血, 跟我计算, 那个叫Flamington Score, 回去问一下你的医生,很先进的。 他说,未来十年, 你因为心血管的毛病, 会离开世界的几率是多少? 我说,多少? 百分之十二? 我说,多好啊! 不好啊! 要减到百分之十二下! 所以有很多条数要计算的。 最近这次我去见他, 他说,今次我很满意了! 我说,多少? 百分之六? 我说,还有百分之六! 是啊! 不过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了! 这个是身体! 熟灵的生命, 保罗在这里有一句话, 我们很熟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各尽其职, 我们明白了, 各人有自己的职责, 各人有自己的岗位。 和合本, 我们的中文圣经去年2011年, 在香港就有修订版出现了。 香港圣经工会修订了和合本, 修订版在这句话上面改了。 他说, 为要装备圣徒, 做侍奉的工作,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另外一样, 各尽其职, 就是做侍奉工作。 各个信徒有自己侍奉的岗位。 对! 不过, 侍奉这个字, 其实还有深一层的意思。 在教会里面侍奉, 有时我们会以为是义务工作而已, voluntary work, 我是个volunteer, 我是个义工, 我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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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找其他人。 侍奉这个字, 你知道吗? 希腊文你懂的, 我们今天讲执事, deacon, 当然在另外一个教会, deacon有不同的意思, 可以解释传道人回来。 但是, 这个执事, 这个字, deaconias, 在希腊文里面, 其实是讲服事。 星期六来着, 五点钟, 周六崇拜, 完了之后有盆菜, 请那些未曾认识主的朋友回来, 大家吃一餐。 在吃饭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坐在那里吃饭的, 但是不能所有的人坐在那里吃饭的, 所有的人坐在那里吃饭, 就是没有饭吃的, 一定要有人站在那里, 他做什么? 站在桌, 他做伏事。 所以, deaconias, 这个字,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初期教会, 就是形容那班选出来, 服侍那些寡妇, 每日要供应他们的饭吃, 就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侍。 所以, 这里所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 跟我们去shopping mall, 有没有不同? 你想想, 又好像有不同, 又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停车场也是这么大, 找十分钟都找不到位, 不过shopping mall就没有人不断劫你走的, 你又可以在那里等, 斩眼灯, 不管别人在后面排排, 但是对教会又不行的, 进来人头涌涌, 到basement尤其是, 都找不到那班房了, 很大的不同在哪里? 你去买东西, 你是期望服务的, 如果那个人不理你, 态度不好的, 我不去的了, 我去别的了, 回教会呢? 来到教会里面, 是不是我们仍然以我们自己的需要, 接受服务, 行先的呢? 很正常的, 我们是有需要才来教会, 是不是? 我们是得到满足心灵上的建立, 是不是? 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我们得到救恩, 是! 但是这个只是开端而已, 我们要你在哪里? 而且是革命的asan ани, 是恢复地不 Jesús, 人多的时候就要立起三袖,就要服侍了。 教会的成长,保罗在这里说做服侍的工作,这句话可圈可点。 他说,神预备了四种人来帮助我们,成全圣徒。 这四个字你又懂不懂解释?每个字都懂得写,合在一起,什么是圣徒? 哎呀,你说很神圣的,起码他们道德很高的,他们是榜样来的, 我们将中国人那个圣人的观念读了入圣经。 圣经讲的圣徒,其实八个字,你都懂得背, 圣为圣结,你背下去,合乎主用。 给上帝用的就是分别为成,我经常说, 在旧约圣经里面,汇幕里面那些器皿是分别为成的, 所以跟道德水平无关,是物件来的,干净一点的,不一定用的, 他是给上帝用的,所以大祭司家里要聚餐,不够碗碟, 他不可以走去汇幕那处借过来的,只是给上帝用。 你和我的生命是我们去用上帝, 或是给上帝用。 教会的成长就是每一个信徒能够长大成人, 从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到愿意给上帝用这样的生命。 神用什么人来帮助我们呢? 这些书你大概背了两句吧?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是神用他们去承传圣徒,帮助我们真真正正名乎其实,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名乎其实的圣徒。 使徒是什么? 我知道,使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耶稣十二个使徒, 哎呀,他们厉害了,哎呀,他们厉害了, 哎呀,他们是教会的最高领袖。 你以为政治局春晚出来屯拜, 这样的提题就叹叹一张照片? 不是,使徒不是讲过, 身份地位,不是高级、低级。 使徒是什么? 翻译得很好,中文圣经译, 使徒有使命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使徒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有使命的人。 你在城北华基这么久了, 有没有机会和黄少明牧师聊聊天? 有,你发不发觉, 说得不够三句, 他一定会说和平福音的? 一会他上来报告, 你听一下, 一定会说的, 黄牧师放假去哪里? 他不是像我们那样去游船河的, 他不是去进修读读读读读读读, 他不是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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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牧师, 你跟他说, 你会感受到, 他很知道作为神的仆人, 他的一生是被上帝猜猜的。 他在你身边出现, 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提醒。 提醒什么? 提醒你这个世界上帝的使命, 和平福音计划, 不是只是请多几个牧师, 请多几个传道, 是我们全力祷告金钱支持你。 不是的, 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明白, 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上帝猜猜, 我们要改变, 从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看到天父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可以怎样用得到我们。 这样的弟兄姊妹, 这样的基督徒, 不但在教会里面有使命感, 你想想, 出到外面, 无论在社区, 在工作的场所, 在家里面, 他所看到的, 不是, 你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 就不再是我的需要, 大家如何来帮助我, 如何来服侍我。 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需要。 主啊, 你可以怎样用我, 来到去服侍他们。 使徒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只有十二个, 使徒行转记载, 马提亚保选了, 圣灵又挑选素罗, 后来改名做保罗, 还有其他的使徒在罗马书里读下去, 新约圣经说, 使徒就是那些明白自己带着使命奉神差遣的人。 他们自己去做就行了, 不是, 神赐使徒给教会, 给我们, 就是要帮助我们,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你才知道呢? 我知道, 2012年, 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欧债危机三月将来的头, 有没有解决的迹象。 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加拿大的经济如何, 我的投资有没有多少回报, 我也很想微博先知, 陈北华基有没有先知, 让我排队去看见他, 看看今年运程如何? 你弄错了。 那是民间宗教, 那不是圣经, 圣经怎么说先知呢? 其实你懂的, 不过你没有为意的。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懂不懂背? 不懂, 那么长, 第一句, 我若能说万人的谎言, 并天是的华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拔一半。 第二句, 我若有先知, 我若有先知, 将我所吩咐的全级白城, 将神的话解释清楚, 所传给弟兄姊妹。 这就是教会当中, 上帝赐下的先知, 来到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 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有神的道, 有神的说话藏在心中。 在成北华基二十五年了, 去年整年主日周刊的封面, 都是二十五周年, 银禧的会慶到今年二十六年了, 我们换了封面了, 封底有迎春接福, 新年快乐了, 不要忘记了, 过去二十五年, 上帝将他的先知放在教会当中 陈牧师不在书 我大胆点背后讲他 二十五年来 陈牧师在港台上面 用神的说话 来带领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 零五年到现在 我在教会里面不止一次 听过有弟兄有姊妹告诉我 是陈牧师的港道 帮助了我在城北的生命成长 讲一两堂道很容易 一曲走天涯 二十五年 忠心在一个教会里面 将神的说话 传讲出来 这个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先知 以不所书四章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提醒我们使命 有先知 每个主人 教导我们 用神的说话 建立 改变 我们的人生 还有呢 使徒 第三是什么 全福音的 这个不关我们事 我们信了耶稣了 全福音那些 我们应该送他出去 是那些未信耶稣的当中 使他们听闻福音 对 全福音的 就不是在信徒当中 我们说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你都信了 那不用浪费了全福音的人 是吗 跟你说福音 不需要 不过这里 神赐下传福音的 是要承传圣徒 是什么意思 我们很多人 对着弟兄姊妹 很多东西 小祖查经 很多东西 分享 很多东西 教主 学都很多东西 迟了都不下課 对着 未信耶稣的朋友 同事 亲人 我真是说不出的 去到口上边的了 就是落不了口 就是开不了口 就是不可以游买东西 做运动 keep fit 投资 什么都说 说到信仰 咬了 是啊 我们不懂 那些全福音的 那些人又很不同 你有没有见过 在你身边有没有出现过 他很自然的 他不知怎样 说两句 他又很容易 为上帝开口 做见证 人家听到 又不会觉得 很生硬 很尴尬 hard sell 那你想怎样 下次我不找你 吃饭聊天了 不会的 这样的人 出现在你 和我的身边 其实 他会感染我们 他会有一个 很好的榜样 让你看到 其实你都可以的 那个不是技巧 那个是很自然的 生命的流露 神既然可以用到他 神都可以用到我 用到你的 大家都知道 我爸爸妈妈回了香港 李飞玟 他会有一个 两年半 2009年的时候 我爸爸发现 有 叫做 Dementia with Louis Body 一个老神经退化的病 不是老人之外 千万不要乱说 他非常之精灵 听东西比我 想东西比我 反应还很有幽默感 不过医生就说 吃药都帮不了一件事 就是老人家会随时 失了平衡力 那就会跌倒 老人家跌倒 可大可小 感谢主的保守 2009年 他在家里跌了六七次 又一次掃了所有的玻璃 到地上 围住他 真是好像那个 CSI的那些现场 人没事 另一次咬了一条舌 整个厕所都是血 不过又没事 陈保守 不过我妈妈就辛苦了 他就害怕了 所以睡不了 吃不了 那年瘦了四十磅 你都可能见到他 感谢主 带领他们回到香港 住在联合医院的护康院 是医生宿舍改装的 所以环境优美 那些豪宅来的 现在就变成了护康院 有医生照料 不用去看医生 解决了老人家最大的问题 这两年半来 不单止我爸爸的健康 好过在Toronto的时候 我妈妈的健康才是最感恩的事情 神带领他们回去 原来不是为我爸爸 是为我妈妈 今天 我香港一个最好的朋友 告诉我 他说你妈妈 翻了你了 你要懂得听这句话 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不过 我知道我妈妈心里面 一直都有一个问号 他都公开说的 所以我不怕引用他的见证 其实他不需要住在护康院 他是陪我爸爸 他这么精灵 他这么健康 其实他可以住在外面 自由出入 为什么要住在护康院 我每次回去 我都跟他聊天 我都问他 我听他究竟在想什么 最近这一两次 他就不是跟我说这件事 他跟我说另一件事 他跟我说我爸爸那间房 对面那间房 年几前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中风 说不到话 头脑很清醒 所以很猛烈 你明白吗 你想说话说不到 所以慢慢就是拿些东西 拍张床 拍张桌 很吵 不过好在我爸爸越吵越睡得临 所以就不用complete 我妈妈说 看着 怎么办 我是师母 但他跟我说一句诗经 我不懂传福音 我教主要学的诗 二百多人来 但是你叫我个人报道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师母都不会开口 是啊你教一下我 怎么搞错你教我就真的 神感动我妈妈 不懂得说不要紧 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很多录音带而已 所以找了墨希真牧师 那个幸福人生 什么十四岁 什么光明人生 又不知道多少岁 总之 借录音带给他听 没什么做 就听了 半夜又听 日后又听 我妈妈跟我说 他拿了一张纸出来给我看 他说师经 现在要叫他弟兄 他决志信了住 他说不到说话 但是他写到 他说 多谢你师母 借这些录音带给我听 令我开窍 那个窍字也会写 我忘记了 明白福音 接受耶稣做我救主 从此之后 我的生命有盼望 有永生 他在胡康苑的星期三崇拜 接受水泥 我妈妈多高兴 我跟我妈妈说 我知道我这句说话 有点点毛病 不过你知道我们是这样聊天 所以你不要介意 你又明白 我妈妈 我就只是为这一个人 信耶稣 你进来胡康苑住 都值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黑心 我妈妈说 不止他一个 那次之后 有些职员半夜 走来找我 知道你还没睡觉 其实他已经睡了半夜 又起床 又聊天 聊什么 我不懂个人报道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 他来问我信仰问题 怎么算好 我跟他祈祷 神自己感动 对面房的阿伯 又是这样信了耶稣 然后下个礼拜 不见了他 神摆我妈妈在那树 他不是一个报道者 但是他的生命 是可以让上帝这样用的 软弱的时候 刚强的时候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和教师 我真是想借用希巴雷书 十一章的说话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一一世说 时间就不够了 圣经说的 在我们身边 有几多的牧者 几多教导我们的人 从我们信耶稣 开始栽培我们 一零一二零一三零一四零一 在小组里面 看着我们 与我们一起经过人生的 悲欢离合 在我们身边 那些人牧养 关顾 那些人辅导 那些人陪我们 走过死任的邮局 那些人用神的说话 教导我们 与我们一起祈祷 牧者和教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经历改变 能够成长 能够掌成基督的新良 这个是教会的成长 这个不是人数的增长 这个不是建筑的抗战 那些都重要 但是人生命的成长 保罗在这书说 记得第七到第十节 通常我们读这段圣经 不讲第七到第十节 因为保罗在那书说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 他说什么 他说以前罗马帝国 那些将军打赢仗 回来 海船 回来罗马城 那个情景 我们很陌生 所以我们和中常不提 这里保罗说 其实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得性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再复活升天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的道成肉身 说的是他钉十字架 说的是他成就救恩 耶稣基督的得性 和我们生命的成长 分不开 是必定的结果 因为他得性 回来之后 他就赏赐各人 因此 原来耶稣基督的得性 不是只是论功行赏 你有份帮手的 这样就跟着 有利着数 不是不是不是 这样就变得 是好像很细族的想法 保罗用这个细族的比喻 但是他将它反转来说 他说基督的得性 是带来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的改变 带来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的成长 你撞在那里 不行的 转个角你又撞到黄牧师的了 问候一句 他第二句就和 你于是又要想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使命的呢 不是不是黄牧师长期 不是陈牧师每个礼拜要讲道 是神的赏赐来的 是上帝的旨意来的 是祂的应许来的 在教会当中 有云彩这样围住我们的见证人 去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 推动我们 我们的生命成长 你说那教会 人人生命都成长了 那就可以了 人人生命都成长 人人都服事的时候 教会就越来越多人了 越来越多人 那些人又要成长了 所以那个循环 是不停地发生的 是不会停止的 这个不是保罗的比喻 容许我这样做一个比喻 身体最外面那一层是脂肪来的 对不对 人人都要有的 是吧 你如果瘦到没了脂肪 其实不是健康的 一定有脂肪的 不过不要太多 教会一定有些人来 走走站站吃饭几尾的 是吧 很多平头品足的 是吧 只有讲字的 不动手的 那些是脂肪来的 就是你背他 他不背你的 有的 一定有的 不过你要健康嘛 所以你要做运动 是吧 成全圣徒 做服事的工作 那就是body building 脂肪就化成肌肉 所以 城北华基 有很多弟兄姊妹 是muscle来的 金灵事工也好 是吧 国语事工也好 国语脱卡也好 一样去的 做什么 没有事的 他服事而已 这样的服事 还有骨干的 使徒先知 牧师教师 全福音的那些是骨头来的 千万不要骨质疏松 是吧 所以整个身体就是这样 百折各案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在外中 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 不是自己个人 教会就是这样成长 二十五年来 二十五年来 城北华基 到今天 这么多人 我们不断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做使徒的 做先知的 做牧者和教师的 你们千万不要灰心 成长是要等的 你心急 哎呀 教极他都不听 是啊 小兵仔长大 都有一段时间 叫做什么 叫做teenage 叫做反叛 过了就没事的了 是啊 你要等他成长 但是这个原来 是上帝的旨意 原来关系 我们坐在书 每一个人 你们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要在真道上 同归如日 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这个合一 独一的意思 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在我们中间 他怎样帮助我们每一个 他怎样建立我们每一个 城北华基很年轻 二十五年 用人的岁数来说 都还是年轻 二十五岁 你很难想象到我们年老的情况 其实有的 你看看唐人街的教会 以前六十年代 香港人来到的时候 唐人街的教会 他多兴旺 做留学生工作 多多人信耶稣 现在 七老八十了 过多十年 小小声说 倒闭了 对不起 你看的是建筑物 你看的可能只是增长人数 你看到唐人街的教会 我不说名了 出了多少牧师传道人 出了多少爱主 服侍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城北的牧师当中 都有这样背景的童工 是教会是会经过那个年纪的循环 二十五岁 很年轻 我们应该很健康 应该不用看医生 应该很健康 应该为主做很多工作 年长的 年老的 你看到吗 他的教会成长 他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改变 被主猜显 这个是保罗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跟我们解释的真理 教会成长 是上帝的旨意 是神的应许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定会经历 会经过的一个过程 我们同心 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单止拯救我们 你不单止赐福给我们 你不单止帮助我们 多谢主 你按住 你的心意 使我们的生命 脱胎 换骨 使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 使我们经历改变 成长 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甚至有时候 我们都不可以定到什么的目标 但我们回望过去的日子 从信主到今天 我们回顾 城北华记 二十五年的历史 我们看到 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当中 生命被建立 改变 家庭被建立 改变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上一代 不单止在这一树 蒙恩得救 并且 我们的人生 改变 我们成为你手中 可以被你使用的器皿 被你猜显 在我们不同的 崗位上面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多谢你 教会 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在当中 我们见证 你 自己的作为 奇妙 我们都将前面的日子 恭恭敬敬 我们继续仰望 在父神的手中 当更多的人 被吸引到城北 来到我们的教会 在这处认识真神 明白真道 他们也都悔改 信主 无论是英文堂的 国语堂的 YLD的 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我们的上一代 主啊 帮助我们 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继续 在你的里面 长大成人 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 被你的说话 去改变 从老到幼 我们都经历 在基督 耶稣里面 长大成人 的喜乐 和在当中 经历 你的信神 你的大能 将荣耀 重赞 归回给我们 在天上的父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